当上百万个气球同时被放飞是怎样的震撼场景 这上百万个气球同时又从天上向你的头顶砸下来 会是怎样的灾难现场 因为上世纪80年代 美国的一场放飞氦气球活动由慈善变灾难 就有相关规定要求禁止放飞氦气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嗨科普了 闪电哥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 为什么要禁放氦气球 禁放氦气球还是因为它会对我们造成损失和危害 在上世纪80年代 美国就发生了一场由放飞氦气球而造成的大损失 那时美国在全球综合实力第一的宝座上越坐越稳 经济发展的前途一片光明 美国国民在吃穿不愁后 就将目光投向别的领域慈善 这时的西方国家也刮起了一股座慈善公益活动的狂潮 典型的成功案例就是1985年 由爱尔兰人发起的Leave Aid慈善公益演唱会 筹集到1.5亿英镑的善款 在美国费城和英国伦敦的两场演唱会 有近17万观众到场 美国看到这么成功的公益演唱会后 也跃跃欲试 很快就计划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公共广场 举办一场独特的公益募捐活动 特别之处就是只要捐出一美元 就能暂住现场两个气球进行放飞 计划同时放飞的气球数量多达上百万个 主办方为了安全起见 没有使用易燃易爆炸的氢气球 而选择由氦气填充的氦气球 我们知道氢气球和氦气球能飞上天 是因为氢气和氦气的密度比空气小 气球内外的密度差产生了足够的浮力 从而将气球带上高空 但想象一下 当这上万个气球同时升空 会产生多大的牵引力呢 并且在准备气球的时候也特别麻烦 因为刚打完气的气球被系好后就会上升 这就需要很重的东西来压住它们 还需要很长的气线来封口 对此 负责这场公益活动的策划公司与联合券募 一起给出了一个非常机智完美的解决方案 他们用一个长76米宽46米的网状罩子 来罩住广场 活动现场的气球一打好气就直接松手 上升到网罩处自然就被截停 不会飞走 等达到计划的气球数量后 一撤网罩就能完成当初同时放飞的设想 但这些被放飞的气球 不会一直向上飞出地球 飞到宇宙 它们最后只有两个形式不同 但结果相同的结局 第一个结局是气球飞着飞着 就会辨别 之后再掉落回到地面 因为氦气的分子 可以穿过气球橡胶里微小的间隙 所以其实它们一直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偷偷泄露 然后全部逃跑完 第二个结局是被物理制裁 如果使用了质量较好 橡胶密度大的气球 或者球体中冲的氦气较满 足够支撑气球到达更高的天空 那么氦气球在高空会因为空气变稀薄 气球外压减小而变得膨胀 越来越大 直到超过橡胶所能承受的极限而爆开 之后也是落回到地面 一般情况下 放飞的气球因为材质轻盈 所以偶尔掉落在某个地方也没什么 但如果是上百万个气球 同时往城市中心掉落 这会是怎样的后果 天空不作美 募捐放飞气球的第一个意外消息 是天文台传来的 俄亥俄州将迎来暴雨 主办方不想计划落空 在随时都可能下暴雨的情况下 依旧下令释放气球 特别的是 在现场的不只有工作人员和民众 还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工作人员 他们将统计放飞气球的数量 当时的放飞现场果然没有让人失望 放飞气球的数字定格在1429643 打破了世界纪录 而看着满是彩色气球的天空 欢呼的人们可能不知道暴雨来临前 冷空气就已经对这上万个气球下手了 氦气球内的气体受热胀冷缩的影响 遇到冷空气后缩小 密度也骤然升高 失去了上升的动力后 一些气球很快就晃晃悠悠的飘回到地面 之后暴雨不仅带着大雨滴 还带着刚刚放飞的大量气球落到城市中 最先受到巨大伤害的就是交通 司机被突然下的气球雨 分散了注意力 并且由于视线被气球遮挡 发生了多起撞车事故 而不远处的一个机场跑道 被气球淹没 关闭了半个小时才恢复正常 而更大的惨剧发生在当地的湖泊中 活动当日有人报案 称有两名当地的渔民沉船到湖中时失踪 救援人员定位到了他们的船只 但由于整个湖面被气球覆盖 搜救效率变得极低 那两位渔民没有等到救援就溺亡 最后被冲上岸 还有让人更意外的后果是 当地的动物也被这庞大的气球遗体吓到 俄亥俄州麦地纳县的牧场主 就以从天而降的气球遗体 让他花很多钱购买的一匹阿拉伯马 受到了惊吓 并且造成了无法救治的伤害为理由 起诉了联合券目 并提出要高达10万美金的赔偿要求 总之在这场伴着上万个气球的暴风雨过后 原本预想的空前盛况 以一场灾难告终 对联合国劝目而言 两个气球才能换到募捐的一美元 这上万个气球 最多能收到约75万美元的善款 但他们要面对逆亡渔夫妻子的起诉 赔款金额高达320万美金 还有交通赔款和牧场赔偿等等 再加上筹办整个慈善活动 所投入的人力和物力成本 联合券目偷积不成 反备18米 听到这里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 美国当年放飞那么多氦气球 氦气很多吗 要知道氦气是一种稀有气体 虽然氦气在周期表上排第二 在宇宙中的丰富度仅次于氢 但因为氦在大气层中上升很快 到达高层后被高能粒子轰击 之后达到逃逸速度就跑了 所以氦元素浓度在地球大气层中占比很低 不能被利用 而且氦还是一种惰性气体 因此我们也没有办法通过和其他物质发生反应来得到它 那么我们现在用的氦气是怎么来的呢 一种方法是靠宇宙大爆炸 它初期会产生氦 或者是等待恒星聚变的时候产生氦 但通过这样的方式 获得的氦地球留不住 因为地球的引力太小 不能吸引氦 只有像木星这种力大气粗的星球 才能留住氦 另一种获得氦的方法 是依靠放射性元素衰变 地球的内核存有大量的放射性元素 它们的衰变会释放出大量的热 这就是地球内部高温的一个重要来源 其中α衰变中放出的α粒子 是氦的主要来源 虽然地球内核放射性元素很多 但它们的衰变期长达几十亿年 甚至几百亿年 也就是说产生氦元素的速度特别慢 并且这些放射性元素 也并不只是产生氦 所产生氦元素的效率也特别低 大约1000克右矿物经过一年的衰变 才会产生仅0.1立方毫米的氦 正是因为氦的产生和保存都非常不容易 所以氦实际上属于不可再生能源 而中国每年对氦的需求量高达4000多吨 但90%却依赖进口 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美国 就像老天爷赏饭吃一样 1903年美国堪萨斯州的德克斯特镇区 在石油钻碳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个天然气间歇权 而且还不会燃烧 地质学家分析出其中含有氮72% 甲烷含有15% 氢1% 和12%的不明气体 而经过进一步的分析 竟然在这12%的不明气体中 发现了1.84%的氦 这一发现 让美国一下成为世界氦气的主要供应商 但不管是从安全的角度 还是氦气来之不易的角度来看 我们都不能因为有氦气就豪气 大手一挥造成巨大的惨剧 并且氦气的用途那么广 还是不要浪费到气球里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关注我 下期带来更精彩的内容